好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3号星期六 这个是第二次危机的第三段 好吧 就像说 上次也说了 老毛也是在美苏之间做了一个选择 选了一个苏联 当然当时有人说你在美苏之间不要做选择 不要选择两头片 但是当时如然两头片骗不了 而且美国当时对中国其实不是那么相信 还是更相信台湾的蒋介石 相信日本都不愿意相信中国 所以这它也是一个问题 知道吗 还有一点就是说 美国对台湾和日本的这种管控能够更直接 如果当时中国想要美国来 如果当时中国想要美国 就像对日本对韩国一样这么好的话 那么中国当时毛泽东必须同意什么 同意美国能在中国驻军 美国为什么对南韩对日本这么好 因为美国在南韩和日本都有军事机极都驻军的 他属于一种太上皇式的一种 所以他的日韩非常的放心 就不行 我部队在这里 你能怎么着 对不对 你脑不服的 对不对 所以但是中国是不可能同意美国在中国驻军的 你明白吗 而且中国很担心 其实老毛跟蒋介石都一样 都认为可能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蒋介石不愿意去惹苏联 不愿意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中国打起来 老毛也一样 老毛也不希望最后中苏大战是在中国打起来的 对不对 老毛也不傻 蒋介石老毛都都是很聪明的人 不想 所以老毛也不想去惹这麻烦 老毛也很担心 当时都认为可能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老毛也担心在中苏之间 在美苏之间胡搞 最后搞不好 就把中国变第三次世界战场了 也认为你要去欧洲打起来 别在我这搞 其实这么个意思 所以当时来讲 就是说苏联更容易相信中国 中国也更容易取得苏联的信任 取得美国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你明白吗 所以老毛最后就这样子 老毛最后想要一个什么 当时美国在中国实际上是没有驻军的 但是苏联在中国 还有在东北有驻军 还占领中国的一些铁路 老毛就是说 最后要达到一什么目的 把苏联的驻军请走 全能轰走 然后还要让苏联给中国的 现代化的这种工业 对不对 美国的话 就是说 你要让美国给的话 就让美国在这有驻军 在这有驻军老毛是不能接受的 对不对 税榻之策 启容他人安睡 对不对 我怎么能是你在我这有驻军 懂吗 所以就是说 当时在这种情况之下 上市没有办法选择了前苏联 好吧 接着说 他说就这个判断本身 大家立刻就会想到 59年到62年 自然灾害 饿死那么多人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58年 因为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 造成的问题 58年启动 以地方为主的再工业化 就是中央的工业化 背后停止 因为苏联撤走了 想靠地方 弄动积极性 来接着搞工业化 那么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最后没有产生效益 还大量人力物力投入进去了 同时又必须偿还苏联的债务 就导致过多的从农村提取物资 造成了严重的饥饿事件 中央当时因为发生饿死人事件 也是高度注视的 要求各地认真的调查统计 报上那数字到的时候 但问题是 等下面统计完了 数字报上来 知道这么危险 这么疯狂的时候 那危机已经过去了 明白吗 就已经过去 最严重的时候过去了 其实就那三年 所以到63年 认真的去核对 当时饿死人的事情 做统计调查的时候 当时地方报说的数字 大约实际上是不到600万 中央当时已经明白了 地方就是湖片 气上满下 已经不相信地方了 所以中央最后 大约加到了800万左右 往上又加到了200万 相对来说 这是一个最低数 最高数就是 现在被西方普遍接受的 西方现在认为 饿死了3000万人 以前我们也录过视频 说过这个事 对不对 西方认为 死了3000万人 有人说还更多 3000万的数是怎么来的 是西方的推算的 推算的依据 因为西方也不能来这数 对不对 所以推算的依据 是1960年 人口没有出现 应该增长的 应该出现增长曲线 因此有人就根据 应该增长 而没有增长曲线的变化 那么推算出来 也认为当时死了 3000万人 当然从西方的意识形象角度来说 愿意取一个 比较高的数字 而且这个也是 现在西方的普遍接受的 是中国曾经有饿死过 3000万人 这么一个事实 但不是一个有统计 依据的一个数据 因为这个东西 你这么推算 就有点太笼统了 主要原因 现在的分析 是归结为工业化过程中 提起原始细练的过量了 58年又大跃进 造成大量劳动力的 离开农业 进入到当时 大量钢厂的生产 造成农业与劳动力的投入 短缺而出现了 粮食是供给下降 在没有实现 机械化条件之下 劳动力作为第一生产力 劳动力的投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 那你说到底死了多少人 就认为反正是 不会少于800万 应该也不会超过3000万 在这中间 到底多少 那只能就是一个虚数了 就说不清了大家 现在这样 好吧 那60年这场自然灾害 客观上在那农村 集体制度内部的部分的调整 你看他说第二次危机 他说是52年到60年 他其实都不提后 所以他没有说 是三年结冬黄若死人 你知道吗 他其实他躲开了 他还是在躲 但是大体上 也把这个事 也跟你说清是说明白了 好吧 那部分调整 意味着农民 有了部分的退出权 所以这场灾害之后 当时是死了很多人 但是在那之后 就进行了改革了 中央又学会了 一套治理的方法 他说这个部分退出 部分退出权 导致农村的经济活动 相对来讲 从60年之后 就比较活跃了 所以其实你看 他们经常说 你看文革的之后 反而你看文革搞了 十年代的胡搞 但也没出现 饿死人的情况 你发现了吧 就吃了还够 就说明当时吃了经验教训之后 到1980年 让农民恢复的小农经济 农业进入的高增长 再说现在全球 二八开出现了 这个就是说 20%的国家 掌握了80%的财富 而有钱的国家 越来越富 没钱的国家 越来越穷 就圣经说 凡有的还要给他交友谊 凡没有的 连他以为友谊要夺去 这种制度系统的一个规律 说只要依附于发达国家 越是政治现代挂达国家 制度成本就越高 就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 发展中国家 越是接受西方的制度 贫困率就越高 那为什么 是因为发展中国家 接受西方制度 意味着首先接受了西方的 现代的上层建筑 而西方这种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 是非常高成本的 你下面 如果你的这种工业化 不够的时候 你产生不了这么多的收益 那你的贫困率 就会越来越严重 你根本养不起 这么高贵的 这么造价高的 你像美国 一搞一个选举 两边可能 一边花十余美元 两边花二十余美元 去搞一场选举 那你像你国家 有没有这么多钱 你根本支撑不起来 对吧 那好 在经济上 结构越是高度化的 现代经济体 频速差别的就越高 最发达的 现代化的美国 美国GT7的87% 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 在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 中国最现代化的 香港GT的82% 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 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工业越来越少了 所以同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 占比最高的 印度的贫困率也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经济上的结构 越高度化 贫富的差别问题就越大 像印度现在 57%的服务业 贫困率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 其实美国现在也是 就是说贫困率越来越大 现在原先是20%人 占了80%人的财富 美国现在已经10%人 占了90%人的财富了 那些搞金融的 挣的太多 剩一些服务业什么的 还能跟着分点耕 七色老百姓 基本上处在一个 就是说吃福利的一个地步 这是一些新生情况 好吧 他所谓的第二思维一 他说是52年到60年 实际上就是三年 决战独皇 饿死人的事情 但是他要从52年开始讲 为什么 其实是跟苏联交入在一起 就是跟苏联好了 苏联进来之后 大量的工业进来 这些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成本 让农民去承担 苏联撤倒了之后 又产生了一些成本 又是农民去承担 然后苏联撤倒了之后 中央工业搞不起来 想要农村去搞工业 农村的大搞 大电钢铁什么的 又承担了一定的成本 然后在过程中 又大量的劳动力投入进去 没有去投入到农业当中去 所以种种原因 导致就是说最后一个大爆发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中央没有执政经验 他是四九年建国 到六零年的时候 等于刚刚就是说 十一二年的时候 没有执政经验 他没有想到地方骗的这么狠 地方下面就是说 为了就是说面子好 都是七上八下 胡说八道 而中央完全全是被地方骗了 等到真的出事了 中央遇上有问题的时候 就有点来不及了 但是当然反正后来 后来老毛不也下了自己照 也算是承认错误 庐山会议也承认错误 反正也在想办法 那庐山会议之后 其实老毛就是有一点 半架空半下野了 有一点这些东西 那么刘少奇等于 其实在周恩兰 他们就在主持工作 但是这个就进一步埋下了霍根 什么霍根 就是老毛对刘少奇极为不满 最后要把刘少奇干掉 那么老毛为了干了 刘少奇发动了马哈大革命 马哈大革命又带来了 就是十年浩劫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反正真是一件事 罗着一件事就这么翻展下去了 而且还有就是老毛 到了年纪大了之后 极度缺乏安全感 当然也不能跟老毛 老毛几次想动刘少奇都动不了 最后不但动不了 当时其实高刚饶术时 是跟着老毛一起干刘少奇的 最后高刚饶术时 都被高刚最后是自杀了 饶术时也是非常的悲惨 非常非常悲惨 这是反正不见的 其实高刚和饶术时的这种被打倒 实际上是公开的给老毛 就抽老毛嘴巴子 你知道吗 其实当时非常明显 就是高刚饶术时 是听了老毛的 要反刘少奇的 最后结果反不成功之后 把刚刚饶术时 都凄惨的下场 老毛是非常没有面子 到了最后 最后以至于到了最后 到了文革 老毛最后人物考验 终于就说发动了这场的摩哈大命 利用上的命 把刘少奇 以及刘少奇的一些党女拿下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就是后话 当然这个也是我的理解 我们看看后面 我想温铁军在后面再往上讲的话 他确实就是 他是完全让开 一个字不提 还是也会说一点 我们看看他们 就是说 我觉得说 他不是一个完全纯中共的 一个红色论述 也不是一个纯海外的 一个就是说 这种按这种西方的 这种叙事的去论述 他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 还相对当中间一个地带 给了我们一个第三个视角 来看待整个的这段历史 好吧 不管怎么知道 第二次危机到这里就讲完了 我收获还挺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获 能不能像我一样 这么的高兴 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高兴 我昨天下了一个电影 还没有看 后来我两天都拉了 老不一起看 是这个好像是05年的时候 George Clooney拍了一个电影 叫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当时讲的叫 好像是爱德华莫罗 爱德华莫罗 当时他是在跟麦卡锡主义 去做斗争 在这过程当中 他有他自己的王牌节目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 就是说他要帮电 当然跟麦卡锡 做斗争的时候 受到了一些 受到一些伤害 那要想继续坚持下去的话 就要帮电视台去挣钱 就要录一些 就是说能挣钱的节目 然后录一些 就是说坐着论道的节目 去斗争的节目 那为什么下一个电影 我现在就感觉我也是 你知道吗 就是我如果就是说 全都是讲这个的话 我的频道可能就黄了 我要喝西北说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讲这个 我很高兴 我生活也很大 然后虽然看了人不多 但是有些小伙反应过来 他们也说我也很大 我也特别高兴 我老婆也在鼓励我 我老婆真的是个好老婆 一直在鼓励我 我老婆也说 说这种东西 就是说你讲了 你认认真真去讲了 然后最后就是说 哪怕只有一个 跟你水平差不多的 比较水平高的 听了之后有共鸣 然后能够有收获 我们都值得 我老婆说就有点 你说文铁君 在这讲了这么多年 也没什么人听 对不对 但最后你听了 你觉得你有收获 产生了共鸣 你有得到 然后现在你不但你听了之后 你还能够帮他再做 自己做宣传 有好多小伙伴都跟我说 说不知道文铁君是谁 听你讲 他知道有这么个人 以前都完全没听说过 对吧 所以他就说 我老婆就说 我就说文铁君 这年不容易搞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挨骂的东西 搞成中未必有什么效果 老公也不喜欢 海外也不喜欢 但是他还是去搞了 对不对 又说这又不讨好 对不对 我老婆就说 就是说文铁君 最后就是说 有你这么一个人 看了 有这么一个知音 然后还挺喜欢 还挺欣赏 努力就没白费 对吧 所以说你到最后 有这么一个人 也就值了 我很幸运 我们还是有很多小伙伴 给了一些非常正面反馈的 所以我觉得 我要坚持下去 但是也要再录一些 什么文章拿卫生巾 臭王人干脸 这种视频来挣钱 有的节目 真的是录来的 就是说是来挣钱的 有一些新闻讲一讲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讲一讲 来挣钱 有一些节目 是真的 就是说想阐述一些 自己的这种政治观点 也是自己 自己在学习一些政治观点 自己在阐述一些政治观点 所以就特别让我感触颇深 就想想那个 古典奈团的 古典拉克里面的 爱德华没落 对 心有欺欺 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